你是一個過二代的導演 過得蠻好 自己得了一個徵褲 他說 我會的東西很多 我那時候也有一度認為 X是我接下來的路 好 你覺得這條路可以走得遠嗎 我 今天講來講去要訪問的是一位 多重身份的藝人 導演 然後聽說他很會唱歌 我們一起來歡迎洪杰 你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洪杰 是洪杰那個 為什麼會請你上來接受訪問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對你都很好奇 首先我聽到的就是 大家講說你是一個 富二代的導演 錯 為什麼 我其實有嚇到 就是今天就是接受訪問的時候 我有聽到就是說 他們會覺得我是富二代這個事情 我覺得可能是大家對我的一個誤會 我是14歲就沒有上學的 然後我就大概16歲的時候 接觸這個圈子 那我一開始接觸這個圈子的時候 我是從買飯開始的 我家並不是有錢的家庭 然後我就是從 就是在劇組裡面打工 那我會在劇組裡面打工 原因是我本身很愛演戲 所以我才會就是借用就是 在工作人員的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職位 這個身份 然後來接觸目前 你覺得說這個可能是一個 踏板 跳板 就是一個平台 讓你有機會接觸到電影 或者說做演員這件事 是做演員 因為主要我本身就是一個很愛演 然後我的夢想是想要當歌手 或是當演員 就是當一個藝人 那導演這一塊呢 你覺得你倒的如何 導演這一塊我就覺得 呃... 沒有這麼理想 為什麼 是別人講的還是你自己認為的 我自己認為 但是我看到你的Facebook 你寫了一篇文 就是你當時候 我不知道你倒了什麼 你就講說 當別人 我只記得這句話 就是說當很多人都說 你倒的很爛 只有這個女生 就是拍完了你的MVS 什麼之類等等的 還跟你講謝謝 所以你非常的 應該是感動等等之類的 所以你那個很爛 應該就是很多人都在說很爛 應該你深受很多次的打擊了吧 是 這如果 想說很爛 就是同行啦 會說 因為我畢竟是新手 那我又沒有修過電影 也沒有上過課或是怎麼樣 然後他們就覺得 欸 武端端跑一個新的導演出來 然後 到底會不會拍戲的 或是怎麼樣 但是很多人就是否定我的 就是比如說我在選卡司的時候 他們就說 這個導演是誰 不認識 那我不演 他們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就很多人都會一直推掉我的邀請 那 對你沒有信心 對我沒有信心 因為畢竟是菜鳥 然後就是肯跟我合作 我都會覺得很感恩 純粹就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然後寫計劃書 我是一個沒有讀書的人 所以 連計劃書我都不會做 所以我是上網就是 做了功課 然後是從一張紙變兩張到三張到一本計劃書 我曾經試過一次這樣子 就是我的第一個投資者 那時候是拍了一部電視電影 就是DVD來的 然後叫做叛逆 在2013年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集 你自己寫的劇本 對 那是我自己寫 就是把自己的故事把它寫出來 就是叛逆的時候 那時候賣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在很多 因為那時是教育部幫我發行 所以 所以就是 對 那時是教育部幫我發行 所以那時候在各大學校都會 都會有那個 在書單裡面都會有我的那個 那個名字 就是叛逆 就是你只要打勾 然後他就會送過來這樣 OK 然後 早前這一塊 其實就是 被罵了好幾次 就是我一開始去找他們 就是要求他們要投資的時候 只有一張紙 因為我不會寫計劃書 我只有一張紙 就慢慢這樣子罵教學 對 他就罵 那一張紙我看不到 就是看不到劇本 看不到什麼什麼都看不到 那我去做功課 結果變成這樣子 然後最後還是 這個計劃書基本上他都沒看 他是被我的成績打動 因為那時候我才很小 19歲 我沒有開車 然後我坐行傘 然後投資者在吉隆坡 我每天想來回 就遇到很多次的挫敗之後 你有沒有想過說要放棄 其實不容易喔 其實我有就是 我自己發覺了 自己得了猶豫正過 那時候其實 這個事情就是講起來要很長 那要縮短來講 就是已經發布會了 電影已經發布了 就是說我們準備要開拍這個事情 但是投資者臨時就是不投 退出 退出 那所有的演員卡斯都在等著我開翻 那你怎麼辦 那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那時候我就突然間欠下一筆錢 我欠下大概接近一百多錢左右 那時候我還很小 19歲的朋友 然後欠下一百多錢左右 根本不想跟外界就是 最後怎麼解決這件事 最後我就是遇到了我的那個投資者 就是教育部 對 他是通過一個拿督 然後介紹 然後才有就是 就是今天的這些作品 如果有發現的話 我的五極線的這個名字 是倒反的 如果你有看這個電影的預告的話 他的這個名字五極線是倒反的 就是鏡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的制服全部都是鏡面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做呢 原因是 我們喜歡自拍嘛 自拍的時候在鏡頭前面 五極線就會呈現出來 那我們就會 其實我們有一個 Marketing的plan是這樣的 就是到時候各大電影院 都會有這個海報 那你只要去到這個海報 跟這個海報自拍 那你就有機會出現我們的首映 喔 了解 OK 好 所以那個 如果電影萬一 虧損的話怎麼辦 我還好是這一部 在台灣也有上演 喔 就說你不好錄了 對 我這一部有台灣 有跟大陸 然後因為裡面的卡司 是台灣小鬼黃紅生 來做主角嘛 他的 畢竟在台灣的名氣 跟馬來西亞名氣都有了 了解 對 所以其實 還是蠻有信心的 你覺得這條路可以走得遠嗎 我覺得可以 可以喔 嗯 看大家怎麼做 好厲害 我覺得可以做 我在這個行業這麼久 我一直都 覺得好像是很負面的 對 但是我聽到你這樣講 我覺得是很棒啦 因為至少你就是 覺得說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不覺得 我們這一生中 就是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啊 就已經來到這個世界的人 做這個喜歡做的事情 也是要有錢才可以做啊 所以你要去想辦法 去兼職去做 去找錢 就好像我想 我想當演員 可是沒有人認識我的時候 沒有人找我演戲的時候 怎麼辦 自己拍戲給自己演 自己開戲給自己演 對 我就自己開戲給自己演 因為我的第一部就是 自己就是拿 就是迷你相機 然後找朋友 然後就拍了 我是因為這樣放到網絡上 才有投資者看到我 喔 所以你現在其實也不需要靠別人啊 就你 比如說你自己會寫劇本 你會創作的話 因為現在網路媒體 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你就可以自己成為自媒體了啊 嗯 是這樣講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在宣傳的這一塊 我可能就沒有很大的 應該說是 管道 應該也不算是管道 應該說是興趣吧 我覺得一個人吃不完所有的飯 所以你就是專注做好你 覺得說在你的這個作品方面的事情 反正那種宣傳的事情 都不關你的事交給別人 對 就交給別人去做吧 要不要唱一首你自己創作的歌來聽聽看 只想寫一首簡單的歌曲 唱一首屬於我們的旋律 寫一場沒有結局的電影 所以你會玩樂器 我會打鼓 你會打鼓 對 我會打鼓 是畢業後出來學的還是 沒有我純粹也就是喜歡 然後買了一套鼓放在自己的公司 然後上網學 我很多東西都是上網學 我會的東西很多 那很多東西都是自己摸索 對 包括魔術 魔術也會 對 我曾經 你告訴我你怎麼不會的吧 我曾經 我曾經 就是拿過新加坡最佳幻術獎 馬來西亞魔術冠軍 然後我那時候也有一度認為 魔術是我接下來的路 希望你 我覺得我很喜歡你今天講的一句話 就是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當然我希望就是有一天 有更多的人看到你 欣賞你 我也希望 祝福你 謝謝